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国内战是指发生在公元1639年到公元1653年 在英格兰王国内部由议会党也被称为元鲁党 与保皇党也被称为歧视党之间关于宗教与权力结构的一场战争 那么这场战争它不仅仅局限在英格兰王国内部 苏格兰王国 爱尔兰王国也卷入战争之中 因此它也被称为不列颠三国之战 而辉格派历史学家则把它称之为清教徒革命 战争包括了主教战争 第一次第二次以及第三次英国内战 特别是第三次英国内战呢 它还包括了克伦威尔征服爱尔兰以及英格兰与苏格兰战争 那么这些战争呢最终是以议会党获得了胜利 国王查理一世被处决 军主制被推翻 英格兰共和国建立 那么英格兰共和国以及随后的户国公国呢 它实际上是控制了整个不列颠群岛的一个单一制的一个政体 这种状况直到公元1660年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才宣告结束 公元1603年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 她没有后世 因此苏格兰王国的国王 詹姆斯斯图亚特继承了英格兰王位 都夺王朝结束 斯图亚特王朝开始 这是苏格兰和英格兰王国首次联合统治 从1583年在苏格兰掌权以来呢 詹姆斯斯他就习惯了权力比较薄弱的苏格兰议会 因此他对英格兰议会 对他的财务和资金的限制感到非常的不适和愤怒 詹姆斯斯这个人呢 他生活非常的奢侈和浪费 这导致了他常年都非常缺钱 但是他平和的性格呢 使他努力克制自己的欲望 这里我们所说的英格兰议会呢 他是英格兰王国的立法机关 但是在当时英国政府的体制之中呢 他并非一个常设机构 只有在英王认为合适的时候 才会召集议会 而且召集的议会存在的时间呢 也取决于国王的意愿 因为他随时可以解散议会 尽管英国议会他的作用有限 但是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 议会已经获得了足够重要的实际权力 国王呢很难无限期的忽视议会的存在 对于国王来说 议会最不可或缺的权力 就是他巨大的征税权 公元1625年 詹姆斯一世的儿子查理一世继位 他继承了他父亲的梦想 希望将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 这三个王国统一成一个王国 他信奉军权神兽 查理一世与他的对手之间 在政治宗教领域的冲突逐渐加剧 虽然当时绝大多数的人是支持君主制的 但是他们对谁拥有最高的权力 却存在严重的分歧 保皇党认为 君权神兽 政府和宗教机构是从属于国王的 而大多数的议会党则支持君主立宪制 反对查理一世实施的个人独裁 担心三个王国的统一呢 会破坏约束君主制 这一英格兰古老的传统 宗教方面的分歧呢 更是加剧了这一危机 英格兰的清教徒 苏格兰的长老宗等新教教徒 他们反对查理一世 试图对英格兰苏格兰的新教国教 实施的改变 而在爱尔兰这个唯一一个 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呢 爱尔兰人则更希望结束 反天主教的歧视 加强自治 并撤销在爱尔兰对新教定居者的 土地赠予的政策 公元1628年 为了筹措资金 查理一世召集了新一业的议会 那么这个新的议会呢 就提出了限制国王权力的权力请员书 那么为了筹措资金呢 查理一世对议会做出了让步 接受了这个权力请员书 但是议会呢 却没有批准让国王可以征收 敦税和傍税这个请求 那么到了第二年 查理一世就把这一届议会给解散了 那么在接下来的11年中呢 查理一世没有再召集任何的议会 那么这接下来的11年就被称为 个人统治期或者称为11年暴政期 那么在这段时间 查理一世他的资金非常的紧张 他筹措不到足够的资金 因为他没有召集议会 但是即便如此 查理一世也不想召开新一届的议会 那么在另一方面呢 查理一世他大力的推进 他所信奉的英格兰的高教会派 那么他要求对所有反对和不参加英国国教礼拜的清教徒呢 施以严惩 这在英格兰引起了 清教徒对查理一世的反对和愤怒 查理一世还试图在苏格兰也推行同样的宗教政策 公元1637年年中 查理一世将新版的英国高教会派版的公导书呢 在苏格兰强行推广 遭到了暴力抵抗 在爱丁堡引发骚乱 那么这一场骚乱呢 是由金尼格迪斯在圣吉尔斯大教堂向牧师头上抛制板凳所引发的 到了公元1638年 苏格兰国家盟约产生 支持苏格兰国家盟约的人呢 被称为苏格兰世约派 苏格兰教会大会 随后也将主教驱逐出了教会 苏格兰世约派政府 组建军队以抵抗查理一世即将到来的 用武力恢复他权力的这场斗争 宗教争端随演变成了政治斗争 主教战争爆发 公元1639年 查理一世率领英格兰军队前往苏格兰评判 但是很快呢 他就接受了苏格兰所提出的停战协议 公元1640年2月 查理一世为了筹措军费 他不得不再一次召开了 被他停了11年的议会 那么议会一开始呢 他就发表了关于征收敦税和傍税的演讲 但是议会下议院的议员们呢 却对他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那么查理一世的这个提案呢 没有被议会所通过 那么当时英格兰议会 他的下院呢 是负责财务和税收的 正如美国今天 他的国会的众议院 也是负责他的财务和税收的 那么查理一世对于 议院的这个表决呢 表示了极端的愤怒 到了5月5日 他再一次将这个议会给关闭 这个议会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 因此被称为短议会 到了1640年年中 第二次主教战争爆发 苏格兰的军队入侵了英格兰北部 在英格兰北部击败了查理一世的军队 控制了英格兰北部 这就导致了查理一世 不得不接受苏格兰提出的条件 他不再插手干涉 苏格兰的宗教事故 公元1640年11月3日 查理一世被迫再次召开议会 那么这一届议会呢 一直存在到13年以后 也就是1653年的4月20日 因此他被称为长期议会 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一次 第二次内战呢 就是爆发在查理一世的支持者 与长期议会支持者之间 而第三次内战呢 则发生在查理二世的支持者 与残缺议会的支持者之间 长期受到压制的英格兰的清教徒呢 在长期议会中具有了优势 那么长期议会对于英王查理一世的敌意呢 比前几届议会更甚 英王查理一世的宠臣斯特拉夫德伯爵呢 他因为叛国罪和其他的罪名被处决 同时议会也通过了一个三年法案 这个三年法案是要求议会在每三年 至少要召开一次 而且在必要情况下可以无需国王召集 而且国王在没有得到议会同意的情况下 不得解散议会 同时这个法案也宣布 国王没有议会的收权不得征税 同时也废除了兴事法庭和高级专员公署法庭 那么后来当爱尔兰暴乱发生 查理一世要筹缩军费来组建军队的时候 再次遭到了议会的否决 因为议会认为查理一世是为了要对议会来动用军队 查理一世怀疑有些议会的议员串通入侵的苏格兰军队 在公元1642年1月4日 查理一世带领全副武装的400名卫队闯入了议会的下议院 他要逮捕五名议员 那么这五名议员呢 却悄悄的溜走了 新的下议院议长威廉伦索尔呢 他就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查理一世就问他 说这几位议员逃到哪里去了 他给了国王一个著名的回答 他说请尊敬的陛下原谅 作为下议院的仆人 我仅为下议院服务 对于您所提问的问题 我只能说我没看到 即便看到了也不会说 查理一世恨恨的说 我的鸟都飞走了 然后空手离开了下议院 无计可施的查理一世 因担心家人和随从的安全 所以在几天之后离开伦敦 到了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 公元1642年夏天 双方都在积极的组建军队备战 战争尚未爆发 随后双方进行了一些 没有结果的谈判 到了1642年8月22日 查理一世在诺丁汉升起王旗 然后在牛津建立了新政府 最初呢 英格兰大部分地区保持中立 但是皇家海军和大多数英格兰城市呢 则支持议会 而国王则在农村地区获得了更明显的支持 可是随着战争的迅速蔓延 所有的地区和各个阶层均卷入战争之中 当时国王的势力范围大体上是涵盖了英格兰的中部 西部的乡村 北部以及威尔市 而议会控制的地方就包括了伦敦 英格兰的东南部以及东部 查理一世呢 用一种非常古老的方式来征召和组织他的军队 公元1642年10月23日 第一次英国内战的爱奇希尔战役 也被称为刀锋山之战爆发 那么战争爆发的初期呢 议会军屡长败继 公元1643年9月 为了扭转战局 英格兰议会决定与苏格兰施约派政府结盟 签订庄严同盟与圣约 英格兰议会决定改革教会 废除主教制 到了1644年召开了威斯敏斯特会议 制定了威斯敏斯特信条 这也是宗教改革时期最后一份信条 表明了加尔文宗又称为改革宗的教义 到公元1646年 英格兰议会正式批准接受该信条 英格兰教会正式废除了主教制 直到君主制复辟 英格兰教会一直实施的是长老制 而到公元1647年 苏格兰教会大会也通过了该信条 英格兰议会提供军费以换取苏格兰出兵支持 英格兰议会与苏格兰还组建了两王国委员会 来共同指挥作战 战局开始向有利于议会的方向转变 同年 科伦维尔组建了一支铁骑军 这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 7月 科伦维尔指挥铁骑军取得了 盖恩斯伯勒战役的胜利 公元1644年7月2日 在苏格兰帮助下 议会军在马斯顿荒原战役中获得胜利 夺下了约克和英格兰北部 科伦维尔在战役中所展现出来的 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645年 议会下令将主力部队重组为新模范军 由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任总司令 科伦维尔任副总司令和骑兵将军 公元1645年6月14日 内比斯比战役和兰莫特战役中 议会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摧毁了国王的军队 议会军最终攻克了牛津 查理一世在1646年4月从牛津逃脱 最终他还是被苏格兰失约派的军队所俘获 后来当苏格兰失约派与英格兰议会打成协议之后 在1647年将查理一世 交给了英格兰议会 第一次内战结束 查理一世被囚禁在不同的地方 查理一世投降之后 苏格兰的世约派政府 英格兰议会还有新模范军 这三派都来找国王进行谈判 他们试图与他达成一种和解 因为查理一世以及反对者都认为 国王的合作是确保所要达成的任何协议取得成功的观念 而此时呢 新模范军与英格兰议会之间的冲突却日益加剧 直到最后英格兰议会 那么这个议会中占多数的为清教徒呢 他与苏格兰以及保皇党最终却结成了同盟 国王查理一世呢 他审师夺势 很积极的利用了这些派别之间的矛盾 他尽管被关押在不同的地点 那么后来随着新模范军和英格兰议会之间矛盾的加剧呢 查理一世找到了机会可以逃亡 他呢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可以逃亡到法国 另一个呢 他可以逃亡到一个将军 叫哈蒙德上校 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 那么查理一世呢 选择逃到了哈蒙德上校之处 但是他却被哈蒙德上校的鬼关押了起来 那么在这之后呢 查理一世继续与各方谈判 特别是与他前期曾经发生激烈对抗的苏格兰的 世约派政府 那么最后呢 查理一世是与苏格兰世约派政府 达成了秘密协议 那么苏格兰政府出兵入侵英格兰 帮助查理一世父辈 而查理一世答应在英格兰 推行 长老制 推行三年 公元1648年春 南威尔市 肯特 埃塞克斯等地的保皇党暴动 与苏格兰军队结为同盟 第二次内战爆发 终于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呢 虽然击败了在英格兰小规模的武装暴动 但是在肯特郡 埃塞克斯郡 坎布兰郡的起义 以及威尔士的叛乱 还有苏格兰军队的入侵呢 却使英格兰陷入了长期战乱 到了8月17号到19号 克伦威尔在普雷斯顿战役中 击败了汉密尔顿公爵所指挥的保皇党和苏格兰联军 第二次内战结束 几乎所有参加过第一次内战的保皇党呢 都曾经发誓不再拿起武器对抗议会 那么在第二次内战结束之后 获胜者决定对这些违背自己誓言再一次叛乱的保皇党 施以严惩 公元1649年 包括查尔斯 卢卡斯爵士 乔治 莱尔爵士 约翰 波耶上校 汉密尔顿公爵 霍兰伯爵 卡佩尔逊爵等被处决 查理一世与苏格兰的秘密协议 以及他鼓励支持者违反假释禁令 导致了英格兰议会开始辩论 是否要让国王重新复位 最初长期议会并不想与国王公开决裂 再次试图与国王进行谈判 小亨利·范恩爵士在他所著的一个 针对国王的所有罪行的参与者的回忆录中呢 他有这样一段描述 他说 在一次与国王的谈判中 他这个地方 他指的是查理一世 很明显的表现出了想要把事情做好的决心 能够让国家有最好的发展机会 并且希望国家能够永远自由 公元1648年12月1日 下议院最终以129票赞成 83票反对 通过了议会提出的 关于改造国王查理一世的政府决议案 那么这一决议呢 使得国王可以复位 只是被限制了王权 而且他也解决了议会和国王之间 长期以来的权力冲突的僵局 可是新模范军和他的副总司令 奥利弗·克伦维尔呢 对查理一世顽抗的态度 却感到了极大的威胁 对议会继续支持查理一世之政 感到愤怒 克伦维尔强烈要求议员们 签名支持他审判国王 公元1648年12月6日 新模范军军官 托马斯·普莱德带领士兵 冲到了议院 他阻止长期议会中 对新模范军持敌对态度的议员 其中很多是加入了长老会的议员 阻止他们进入议会的下院 在总共489名下议院的议员中呢 仅有75名议员被允许进入议会 另有45名议员被逮捕 83人在被迫表态支持对国王查理一世进行审判之后呢 才得以进入议会 新模范军将其他的支持国王 复辟以及加入了长老中的议员呢 则赶出了议会 还有很多议会的议员自动离开了 那么最后呢 只留下了约200名左右的议员 被清洗后的议会呢 被称为残缺议会 这在历史上 这一次清洗被称为普莱德清洗 那么这次清洗为1649年1月处决国王查理一世 以及1653年建立护国公国呢 扫清了道路 残缺议会接到命令 要以英国人民的名义 成立审判国王查理一世的最高法庭 军主立宪主义者 新模范军总司令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呢 拒绝参与审判 他辞去了新模范军总司令的职务 这为奥利弗·克伦维尔执掌军队和政权 扫清了道路 而小亨利·范恩爵士呢 也辞去了议会议员和海军大臣的公职 他直言自己无论是在对国王 而是对联邦政府都持批评的态度 残缺议会最后是成立了审判国王查理一世的最高法庭 公元1649年1月30日 最高法庭判决查理一世·斯图亚特 作为暴君、叛徒、杀人犯以及国家的敌人 应该被斩首 同日查理一世在白亭宫宴会厅前的绞刑架上被斩首 公元1660年 当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 九名未流亡的弑君者被处决 其他大多数人则被判终身监禁 处死国王的消息震惊了英国 也震惊了整个欧洲 引起了强烈的批评 随后参缺议会又先后通过了法案 取消了议会的上院和废除君主制 5月19日正式宣布英格兰为没有国王和上院的共和国和自由帮 就是所说的英格兰共和国 也被称为英格兰联邦 弑君事件发生后 查理一世的长子威尔士亲王查尔斯 在1649年2月17日 在泽西岛圣赫里尔皇家广场 公开宣布加冕为国王 他就是查理二世 为了应对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反叛以及军事威胁 参缺议会命令克伦维尔率领英军 首先入侵并且平定爱尔兰 公元1649年8月 克伦维尔率领一支英格兰军队 在爱尔兰的拉特迈因斯登陆 拉特迈因斯战役爆发 英格兰军队获得了胜利 而保皇党他们放弃了都布林 到了公元1650年5月下旬 克伦维尔留下一支英格兰部队 继续平定和征服爱尔兰 自己则返回了英格兰 准备领导另一支英格兰的军队入侵苏格兰 克伦维尔在征服爱尔兰期间 大肆屠杀毁坏粮食 并且引发了鼠疫 数以万计的爱尔兰反叛者呢 被押送到加勒比海或者伏基尼亚当契约奴 很多的爱尔兰流亡者 他们则逃到了欧洲加入了欧洲的天主教军队 比如说在多罗赫达围城战之后 有将近3500人遭到了屠杀 其中2700多人是保皇党的士兵 而其余的700多人呢 则为平民囚犯和天主教神父 而克伦维尔则宣称所有的人都携带了武器 英格兰对爱尔兰的征服一直持续到公元1653年 最后以至爱尔兰同盟和保皇党军队偷降为止 征服之后呢 胜利者没收了几乎所有爱尔兰天主教徒所拥有的土地 将土地分配给了议会党的债权人 以及在爱尔兰服役的新模范军士兵 还有战前就定居在那里的英格兰的新教徒 那么这件事呢在爱尔兰的文化中被铭记至今 成为随后三个世纪引发的爱尔兰与英格兰 天主教与新教冲突的历史记忆之一 英格兰的残缺议会在处决国王查理一世的时候呢 并没有通知和与苏格兰议会进行协商 那么当国王被处决之后呢 苏格兰议会就宣布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 称为布列帝安国王 苏格兰英格兰战争爆发 公元1650年7月22日 正当苏格兰在全力组建军队 准备抵抗英格兰入侵的时候 奥利弗克伦威尔则指挥英格兰的新模范军 先发制人入侵苏格兰 意在额制查理二世以防着他带领苏格兰军队 攻入英格兰 苏格兰军队首先是撤退到了首都爱丁堡 拒绝出战 凭险聚首 而克伦维尔呢 在周围组织调动军队 过了一个月之后 出其不计 发动突袭 英格兰军队冲出了邓巴镇 邓巴战役爆发 那么这场战役呢 以英格兰军队获胜结束 苏格兰军队遭到了沉重打击 苏格兰军队随放弃了对爱丁堡的防守 撤到了斯特林这一战略咽喉要点进行防守 那么英格兰军队这个时候已经控制了苏格兰的南部 但是他却无法越过斯特林这一战略要点继续北上 公元1651年7月17日 英格兰乘着特别建造的船只渡过福斯湾 7月20日 他们在因佛基辛战役中再次击败苏格兰军队 之后 斯特林的苏格兰军队完全陷入孤立 补给线也被彻底切断 8月 绝望的查理二世决定孤注一掷 随率领参与的苏格兰军队向南攻入了英格兰 而克伦维尔呢 则率领英格兰军队从后边紧紧的追赶 查理二世的军队进入英格兰之后呢 英格兰人却没有几个人愿意支持这位新的国王 相反他们却组建了一支军队来抗击查理二世的入侵 1651年9月3日 克伦维尔将处于劣势的苏格兰军队引入伍斯特 伍斯特战役爆发 苏格兰军队被彻底击败 英国内战结束 在少数从这场战役中逃出的人里面呢 就包括了国王查理二世 查理二世是在保皇党绅士的网络协助之下呢 在英格兰国内一路的逃亡 他一共是逃亡了有超过六个星期 跨越了许多英格兰的军舰 有一次呢 他被迫藏在一所正在被新模范军士兵搜查的房子里的一棵橡树之中 才躲过了搜查 那么最终呢 查理二世是在公元1651年10月15日 逃到了英格兰南部的海边乘船流亡法国 公元1652年 苏格兰参存的保皇派势力呢 被彻底铲除 那么战争过后呢 英格兰共和国政府 他们意识到英格兰人愿意为保卫共和挺身而战 于是他们就信心倍增 他们在战胜之后就彻底解散了苏格兰的政府 然后把苏格兰王国并入了英格兰共和国 而在伦敦的新的议会中呢 为苏格兰留了30个议席 到了公元1653年的4月20日 大权独揽的克伦维尔呢 他就彻底解散了残缺议会 随后呢 他又建立了一个较小规模的议会 再后来又把这个小规模议会也完全给解散了 那么到了1653年的12月16日 克伦维尔被宣布为护国公 英格兰共和国被护国公体制完全取代 他实际上就是克伦维尔的军事独裁 那么在英格兰的共和国以及护国公体制这段时间呢 英格兰的清教徒达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 到了公元1658年的9月 克伦维尔去世 他的儿子理查德呢 被宣布继任成为护国公 但是这个理查德呢 他无德又没有能力去掌控军队 七个月之后他就被军队所废除 那么军队呢 又再次成立了 重新成立了这个残缺议会 但是不久呢 又把这个议会给解散 那么从那以后呢 在议会和新模范军的这个军事领导之间 这种争斗就不断的爆发 不断的进行政局动荡不安 这个时候 克伦维尔所任命的苏格兰总督 乔治蒙克将军呢 他就率军从苏格兰返回了伦敦 然后他就邀请流亡在法国的查理二世 与他达成了协议 让他复国 公元1660年4月4日 查理二世发表了布雷达宣言 承诺在宣言发布40天之内 向查理二世宣誓效忠的人 在英国内战和空位期所犯下的罪行将被全面赦免 但是不包括谋杀国王查理一世者 现任所有者将保留在同一时期所购买的财产 实行宗教宽容 保护议会的权利 支付军队成员被拖欠的军项 军队将被置于国王会下继续为国家服役 而乔治蒙克将军呢 则组织了制宪议会 1660年5月8日 议会宣布查理二世自1649年1月 查理一世被处决以来为合法国王 1660年5月23日 查理二世结束流亡 回到英格兰 1661年4月23日 查理二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查理二世对直接参与谋杀查理一世的人员 处以死刑或终身监禁 克伦维尔的尸体被挖掘出来 施以绞刑 因宗教和政治动机 而对战争负有责任的人呢 遭到了严厉镇压 苏格兰和爱尔兰恢复了议会 一些爱尔兰人也收回了被没收的土地 新模范军被解散 然而引发战争的问题 宗教议会与国王的权力之争 以及三个王国之间的关系呢 仍然悬而未决 那么在英国内战的这段时间呢 也涌现出了很多著名的作家 和思想家 这里我们向大家介绍两位 约翰·班杨 他是英格兰基督教的作家 布道家 在英国内战期间 他曾两次入狱 第一次入狱十二年 第二次六个月 在这段期间呢 他写成了伟大著作 基督教预言师 后来也被称为小说 天路历程 另一位是约翰·米尔顿 他是英国诗人 思想家 英格兰共和国时期 曾出任公务员 他因所住的史诗 施乐园和反对书报审查制度的 论出版自由 而闻名于后世 公元1685年 查理二世死后 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继位 詹姆斯二世 他是一个天主教徒 他对宗教异议人士 进行了更严厉的打压 到了1685年6月 他迅速镇压了 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新教起义 詹姆斯二世的政策 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强烈反抗 那么危机呢 是在他的儿子出生的那一天 达到了顶点 因为国王他不顾国内 大多数人都为新教徒 这一个现实 企图在英国重新将 罗马天主教定为国教 而且强行镇压反对派 解散议会 使他自己最终重判清理 丹比伯爵为首的五位 辉格党和两位脱离党人 一共是七位贵族呢 他们出面邀请英王的女婿 荷兰的奥兰治的威廉三世夫妇 称为英王 那么这七个人也因此 被称作不朽的七人 威廉三世 随率领 两万一千名荷兰军队 渡过英基地海峡 在英格兰登陆 詹姆斯二世任命他的亲信 约翰丘吉尔率领三万英军前往对抗 但是英国人纷纷倒戈 包括主帅约翰丘吉尔 使得威廉三世轻而易举地攻下了伦敦 最后将他的岳父詹姆斯二世驱逐到了法国 而这个地方我们所提到的约翰丘吉尔呢 他是第一代马尔伯罗公爵 他是当时英国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英国著名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呢 就是他的后裔 公元1689年 新召开的议会与威廉三世协商 威廉与妻子玛丽被立为国王和女王 共同统治英国 条件是必须接受议会所通过的权力法案 这个法案的全称为 国民权力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 法案规定 不经议会批准 国王不能征税 也不能在和平时期维持长北军 同时规定国王既不能随意废除法律 也不能停止法律运行 权力法案以法律的形式 对国王的权力进行了明确的制约 使得议会得以运作 英国君主立宪制体制建立 这被称为光荣革命 又称作1688年革命 也称作宫廷政变 公元1689年5月24日 国王威廉三世预准颁布了1688年宽容法令 凡是接受以下个点的人都可以在英国自由敬拜 第一宣布效忠英王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 第二拒绝教宗权柄 话制说 弥撒 即向玛丽亚和圣徒祷告 第三 接受39信条 宽容法案使得不同意英国国教的人呢 也可以在英国自由的敬拜 这就包括了长老会 公礼会 庆会和贵阁会等等 而这些会众呢 在当时英国占人口的大约有十分之一 而天主教徒和不信三位议题者呢 则不再宽容之列 那么我们这一集呢就向您介绍到这个地方 感谢您的收看 也欢迎您点赞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 我们下一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